我們看到這名單我們都傻眼了 就覺得你真的知道 我們94萬人看不見了 就真的看不見 你就等於把這90 將近94萬票馬上放空這樣子 不當一回事 我們看裡面就是 基本上就三種組合 除了王金平之外 基本上就三種組合 一種就挺韓大將 從這個許乾議長 他的遺孫到這個謝龍介 然後包括裡面所有的議員 就是韓粉議員 然後包括了這個 我們的這個韓的幹部 兩位幹部 他如果剛剛那個 那個梅政議員他說什麼 這要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可是這時候就把他面對 你看他給一個證照星 你看對證照星來講 證照星把證照星這個名字擺上去 就擺明說你都要跟高雄人忘記 因為後來 因為到整個罷免的後期 其實韓國已經不太出現了 到最後跟整個高雄人在對戰 就是證照星 所有東西都已經到那種 口不責嚴的階段 那完全不是 每次一有任何的質疑 他完全是馬上那種 潛意識的反應 而沒辦法那個 引政策或是引預算來做說明 所以看到證照星 就像看到韓國瑜 沒有 就是要跟高雄人 高雄人吵架 甚至他最後 連到最後一天 他還在為這個 所謂的告別音樂會 這件事情在跟高雄人對戰 說這個就是民間發起的 可是一旦他走了 高雄市政府的官員 才證實說 那個場地是新聞局來借的 而且場地是不外借的 如果不是新聞局來借的話 那個場地根本辦不成 我們講林鼎超好了 林鼎超 如果這時候林鼎超他敢出現 那我們第一個問是請問 還欠高雄 能將近90多億的 青創基金 要不要補齊 因為當時候說 百億青創基金 結果青年局局長給你做了 可是青創百億青創基金 到你走之前還沒有補齊 然後包括任內的時候 這個在韓國瑜的任內 創下了這個 青年失業率 還比之前 去年的時候 比前年還多了 將近三個百分點 那請問這時候 是林鼎超你要道歉 還是李梅珍你要為之前道歉 如果你這時候再引用他 你要再給他機會 那再給他機會很好 你要為之前再做 你要不要為之前的部分 再做道歉呢 然後其實 我們一直覺得說 這個整個就是充滿了一個 韓富屁的一個團隊 每次都說什麼叫做 李梅珍是韓國瑜2.0 我一點都不覺得 李梅珍是韓國瑜2.0 雖然是負 雖然是2.0 你是負2.0 更糟的版本 因為韓國瑜好歹是個老手 會裝 會演 可是梅珍根本演也不像 馬上就窘態避漏了 當改革的人看到李梅珍現在的表現 應該會覺得蠻失望的 因為他現在的選法很明顯的就是 其實就算是選議員 也不應該這麼隨便 就是選議員的時候 你如果信口開合說 我要去申辦這個賽事那個賽事 其實也都是不對的 更何況他現在是在選市長 那他現在的情形 我的感覺是 他應該是只想要 先把基本盤跟組織票給顧好 那另外在議題上 他就只想要主打 這個所謂的反局的這個選票 那我覺得國民黨走到這樣子 其實蠻可悲的 因為一個最大在野黨 他的核心價值 難道只剩下反城局嗎 過去2016年之後 至少國民黨還是主打反英 反小英 只要逢英必反 你反的至少還是一個 這個敵對政黨的總統 可是現在你挑選的對象 甚至是你連這個總統 或行政院長的國政 都這個監督無力了 你現在挑了一個監察院長 被提名人 然後在那邊窮追猛打 然後就想要贏下這個高雄的選戰 或者是說 難道這個人 他這樣的表現 就能夠代表國民黨核心價值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全國第一大在野黨 幾乎已經快變成空心的了嘛 說實在的 今天李梅貞他本身 是一個市議員 雖然他有這個 在地方可能做很多服務 但是他在問政上 其實沒有什麼 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現 如果你要提名 這樣來選市長 黨中央最基本的 你的中央的智庫的論述 至少要幫他補上嘛 可是你看他在這個 被提名這麼多天之後 每次面對媒體講的東西 大概都 你幾乎回想不起來 他提了任何一個議題 除了批陳曲之外 沒有別的議題 提了政見 每一條政見都被打臉 那過去的韓國瑜 至少他後來 但是他還是會 講個東西圓回來嘛 比如說他說什麼 人就是要有夢想 我們不要去管這些 知識節節的東西 他還有一點說話術 韓國瑜是有話術 可是這個李梅貞他的政見內容 跟韓國瑜一樣空洞 可是連這個話術都沒有 這個尷尬的說 不然我們來唱這個愛情的恰恰 或者是什麼東西 你就覺得說 哇 這個人 難道今天是最大在野黨 推出來要給高雄的人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的敗選即將 不只是他個人的敗選而已 而是國民黨江啟成 改革路線的整體的虧敗 因為江啟成他現在黨內 陷入一個困擾嘛 就是說他想要廢掉九二共識 可是黨內大佬不同意 那他所提名的這個李梅貞 其實因為好歹選個高雄市補選 一定會有話語權 如果他能夠站出來 有一個論述說 我是新國民黨 新的路線 這個後九二共識的路線的話 其實是很有利 就算最後的票開出來 可能還是選輸 但是人家看了 他說OK好 江啟成的路線 旗幟已經出來了 但是江啟成現在李梅貞 這路線一插去 啊 地方派戲嘛 妥協派戲嘛 派出來這個人 連選議員的政見都不夠格的 竟然還想要選市長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 也許江啟成他這個補選主席 做完就真的只是補選主席啦 因為未來他沒有建立其他的路線 在國會也失敗 在地方補選也失敗的話 他最後可能還會被變成 國民黨二次電梯向下的 這個背鍋的最大的受害人